大家好 我是魔人 今天回到這裡 仍然是關於石器時代 不過這是石器時代M 大家事前登錄完之後 其實會敷發雞蛋 而敷發雞蛋之後 當你真正能進入遊戲的時候 你就可以獲得這隻寵物 我這樣理解吧 其實我自己很想要老虎 老實說 當年的石器時代 老虎並不是一件很值錢的東西 但經過我玩過石器時代起源之後 你會發現現在這五隻 其實老虎是最厲害的 是的 老虎是最厲害的 但當然是在起源 那麼石器時代M 會不會是最厲害的呢 這樣就很難說了 應該會是基虎那些 但坦白說 我自己覺得 無論如何都好 如果大家真的喜歡石器時代 或者玩過起源 又想玩M 可以進行事前登錄吧 事前登錄的連結 我會在簡介中分享出來 留言也會有 大家一定要按下去 首先會先幫我抽蛋 我想要一隻老虎 第二 你也可以按到連結 其實可以在這裏看到敷彈 其實我沒有好朋友 我把連結放出來 沒什麼人理會我 所以暫時幫我的朋友只有兩個 我自己也知道是哪兩個 近年的手機遊戲來說 作品高質素 我覺得玩這麼多 一定是很厲害的遊戲 例如《七騎士》 我玩了一年 不間斷地玩 老實說遊戲玩法 其實現在開始做得有點難 來來去去都是這樣 希望這個《聖器時代M》有些突破 可能會比R.O.的守護永恆的愛 更加比端遊更加出色 端遊即是我們以前玩的Online 如果你說《石器時代M》 起源等於《石器時代》多少% 我只能回答20% 但如果你說《石器時代M》 我覺得... 說到60%至70% 我覺得也不過份 比起以前的Online版 但未真正自己玩過 我只看過試玩那段短片 這樣也很難說 希望封測可以真的玩到 跟大家分享一下 又或者大家真的抽到封測的機會 都可以給我 如果你不玩 如果多了可以這樣 當然最好 我可以玩就最好 因為我只是想玩而已 整條影片出來 說這麼多幹嘛呢 就是想... 如果你有 你就還給我吧 事前登錄這些東西 如果你還沒登錄 你就還可以登錄它吧 到這些東西 其實以前玩開說回來 我最有印象 最深刻的 石龜洞 石龜洞 我不知道它現在的位置在哪 應該是... 撒穿卡魯伊島 這個一定不是吧 卡魯伊島 這裡是以前我們捉紅虎 紅老虎的地方 我記得是紅虎的地方 應該是薩伊拿斯島 因為我以前忘記島名字 石龜洞應該大概在這些位置 其實它也弄得不像 以前有一條橋 這條是不是橋 如果這條是橋 這裡有一個叫怨狀的物體 這裡應該是海主人洞 即是我騙你 騙不到你 如果你是石器時代的粉絲 不知道怎麼騙到你呢 再說回一些遊戲 它給我一些很好的獎勵 給我一些不錯的條件 其實也不是真實的東西 只不過是給我一些虛保 叫我跟大家說有事前登錄 我都沒有做 因為我覺得自己喜歡的遊戲 又或者覺得是很好玩的遊戲 我自己沒所謂 你就算沒有虛保給我 我也沒所謂 這樣也就是... 所以要拘捕 所以要做 我個人是犯賤的 別人給我 我不做的 別人不給我 我就要拘捕 來做這條影片 來跟大家說吧 其實關於石器時代 也是這麼多 我自己的童年回憶 如果大家有石器時代的回憶的話 不妨留個留言給我們 你的回憶是什麼呢? 勾起...勾...勾引... 不是... 勾起我的回憶 不是勾引我的回憶 這次的呼發券 我希望大家封測的帳號 亦期望大家可以給我 這次我新手了 這次就等我來新手了 首先如果大家看完這條影片 按一下連結 幫我先 我想敷一隻老虎出來 這遊戲我一定會玩的 不過不知道玩得多久 希望可以長久 最重要的是 如果大家想抽蛋的話 可以在留言裡留下這條連結 這條連結 這也是呼發券的連結 大家的呼發券連結 你自己複製就可以了 這條是我專屬的 你複製來叫別人按進去 其實是沒意思的 如果你想抽蛋的話 你可以自己弄一條 這樣才是有用的 我們今天來到這裡 如果大家喜歡這條影片 記得按LIKE 以及訂閱我的頻道 謝謝大家觀看 拜拜